请阿神 台电服务创新记基隆区处正式亮相 台电总经理王耀廷 经济部国营司副司长刘启孝 台电公众服务处长袁梅林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长陈居胡 跟议长佟子伟 市府秘书长方定安等府会贵宾 共同见证台电基隆区营业处 进行空间大改造的崭新风貌 搭配电网元素台电一楼的洽工场所 布置为暖色调的木质风格 想知道如何更省电吗 一旁还有专业策展的基隆超来电科普展区 从台湾头的基隆开始 台电积极透过内外空间的优化 期盼让洽工民众感受到服务升级新体验 大家以往都觉得说台电像个衙门一样 各位知道这个衙门这个形象绝对要打破 所以我们把整个柜员跟民众的这个界线的那个全部打破 这是第一点我们的改造 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做一些节能教育的宣导 所以我们在有一区域呢 就是把能源使用的一些效率怎么做 用最简洁的方式 让民众最用很简单清楚明瞭 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做节电 怎么样使用电力 在设计的时候呢 也结合地方包括像我们门口的这个公车站牌 也把它整个做了一个意向的改变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基隆市政府 尤其我们公车处这边 艳遇把这个站牌让我们能够也做一个改造 那大家看到今天营业处本身呢 也率先做了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一个空间使用 让小朋友到长辈都可以不分年龄成到台电的使用服务 都可以感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那我想既然要跟基隆结合 就应该率先的展现出更多的一个服务导向 人本空间的一个释出 像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台电前面的人形空间 就做得更加的完善 但我们还有可以检讨的空间就是 也就是说我们一路从邮局中华电信到台电 或是对面的田辽盒 我们应该市政府来跟我们的国营事业 或是经济部来做中央地方的一个横向的一个沟通 可以让我们的人本空间 让基隆市的公共服务的水准可以提升得更好 水公司也要讲一下 那水公司也要做好 相关的都要把它做好 那我们机关也是 我们很多区公所也好 或其他的一些医院啊 还有一些办公司 那议长我们到时候争取机会再给我们支持 一起来把这个基隆的都市景观做好 这是我们后续一定要努力去做的 至此中议长也期许台电带头做好能源转型 尤其是地方关心的四街 要持续做好地方沟通 最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能源转型 能源转型的是我们在跟地方的沟通上 大家通力合作 让大家先了解台电 让大家先理解台电在国家能源转型的用心 我们的经济发展未来也得靠台电大家共同来努力 也希望我们社会地方里长林长居民都可以认同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能源转型 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 做好沟通全力提升服务品质 台电表示将从台湾头基隆开始 把这个成功经验推展到全台其他的服务据点 府会贵宾也期许周边的狼带能够一棒接一棒 让基隆的都市景观变得更美更漂亮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